監視器畫面中可以看到昨天下午一名年約七十幾歲的老翁 騎著電動輪椅疑似操作不當 朝著港口直衝連人帶一車墜入三公尺深的港口 當時在一旁工作的船長聽見巨響 立刻通報海巡到場救援 包括他的車子一起拉上來就馬上CPR 可以了解這名老翁當時到台東富岡漁港案件所前的漁船加油去休息 大概半小時之後準備要離開 沒想到不小心墜入海中 而海巡警急到場將老翁入騎時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立刻對他進行CPR 並且送往市區的醫院進行搶救 至於是電動車器械故障 還是人為操作不慎 詳細的事故原因 還有在警方進一步調查理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